歡迎收看五期金錢報 帶領了解金錢貝爾的故事 我是曾晃文 來看到美國股市是連續三天的下跌 而且基本上跌幅蠻重 三天的累計跌幅大概將近5% 其實很久都沒有看到美國股市出現 連續三根的黑K棒甚至三天的下跌 上市應該是在半年之前 所以市場上開始擔心 亞洲股市今天也開始紛紛呈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拉回 所以美國股市連續三天拉回 市場上開始擔心 當然探究到原因的部分 當然這個FED的主席 這個鮑爾 過去兩天的國會聽證 基本上都是維持一個比較鷹派的說法 所以現在市場上開始擔心說 華爾街這一次 讓美國股市連續三天的大跌 是不是要以死相逼 來逼鮑爾 不要再維持這麼鷹派的一個說法 簡單來講就是華爾街正式跟 鷹派的主席宣戰 另外在川普的貿易戰向全球做開戰的情況之下 沒想到現在他感覺到有一點 內憂外患 因為除了 外部的因素包括中國 還包括像加拿大以及歐盟是強力反對之外 就連內部包括像 紐約的聯準會 紐約的分行主席 基本上杜德利也是強力反對 甚至他認為貿易保護是死路一條 另外包括像是供應商管理協會以及 美國的汽車 經銷商協會 也都是強力反對 川普的貿易戰 到底會怎麼演變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重點的討論 另外 從一個角度來看一下 到底全球的資產 到底有沒有泡沫化的風險 大家知道這叫做勞倫斯的魔咒 勞倫斯魔咒就是過去 如果在資金非常寬鬆 景氣非常好的時候 全世界會蓋很多的摩天大樓 大家想看最近其實包括 蘋果跟亞馬遜 像亞馬遜最近在尋覓他第二個總部的這個 設立點 那蘋果的總部 最近基本上也開始做一個正式的運作 所以有沒有可能算是一個 變相的勞倫斯魔咒 以及最近很多的這個藝術品也都呈現一個 高價的拍出 有沒有可能是一個 另類的泡沫的前兆 我們今天現場請教到 三位來賓跟我們一起討論 新金錢報帶您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們今次 extends一這個 怎麼樣 我們拿來賓 這個 還有 不是